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何 你可以打开炼丹炉了吗 当然可以 这 这是异象 天呐 它竟然炼制出了异象 这丹药的品质该有多好啊 很清楚 那可是一炉三丹啊 丹已炼成 你来看看谁的品质更佳 这一炉丹药都带出异象了 还用看吗 那丹药圆润光滑 药香浓郁无比 肯定比丹子枪炼制的要更加完美 你到底是谁 来自哪里 行不公民做不改信 凌霄也是玲珑商会的荣誉会长 我丹子虾愿赌服输 你的药效更胜一筹 既然如此 那你可就要做我一天的小跟班了哟 这 你敢让我们的六星联奥师做跟班 找打 再敢胡说 我撕烂你的嘴 哦 撕烂我的嘴 你们撕一个试试 嚣张 有大分啊 给你们面子 还分不清大小王了 可 找死了 可恶 对我们无双忠不敬 你小子今天死定了 丹阵 今天我们不但要杀你 烈你的魂魄 杀 你跟我玩阵法 看来 你们还是没分清大小王啊 哎 不好 你竟然可以破坏阵法控制 操控兵器 这家伙不但炼丹厉害 而且对阵法都理解得如此痛彻 他是怪物吗 银硝 你如此斩上我无双宗的弟子 就不怕我无双宗的怒火吗 你哪位 无双宗少宗主 习封 怎么 少宗主想来比划比划 我确实想要比划比划 但比的 不是打架 那比什么 变弃 我知道你不可能是全才 所以 我允许你们商会的其他人出战 如果输了 全都给我跪下赔不是 是 用指标别人 我来跟你比 这 这是圣锤 走吧 怎么个比法 炼器比的是内功 圣锤只是合作 别以为圣锤在手 就能赢 我这里有炼器材料 你我各取一份炼制 看谁炼出的兵器 更加厉害 没问题 很好 那就准备 跪下来求饶吧 这是无双宗独有的驱吹法 每一锤落下 都非常有讲究 少宗主的炼器天赋 果然名不虚传啊 我倒要看看 凌霄那四拿什么影 炼器讲究身法 力道 天赋和悟性 我要让你们无双宗知道 什么是碾压 啊 那那是什么圣宝 没看过 肯定是班门弄斧 神龙王 我自量力 来见识一下 我们是炼器鬼才吧 大功告成 天哪 龙闻刀 但龙闻气息的兵器 可是西雀之物 西风竟然随手就炼成了 灵霄 我看你能拿什么跟我比 什么声音 各位 你们大狗爷好好看看 我的成果吧 很生气 不可能 他怎么能面试出准胜戏 我整个无双宗 都拿不出一剑 西少宗主 谁输谁赢 你自己说吧 这 这家伙简直是妖孽全才 不可能罪 我西风 我西风 甘愿认输 你刚才的态度可不是这样的 灵霄 刚才是我狗眼看人低 您见谅 为了赔个不是 我愿意出高价 把玲珑店铺的所有产品都买下 您看如何 嗯 这个嘛 那好 你自己去取货吧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 是 少爷 你等等我呀 那好 你自己去取货吧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 是 哎 少爷 你等等我呀 前面就是龙门 如果能闯过去 我们就可以过得命令了 这里杀气很重 大家小心点 什么动静 叶阳宗终于等到你们了 你们是何人 之前你们打死我们扶妖帮的人 就忘记了 不好 扶妖帮寻仇来了 区区扶妖帮 不足挂齿 列宗主退后 我来对付他们 敢藐视我们扶妖帮 找死 大墨 你没事吧 可恶 那家伙不简单 大家一起上 杀 小小蝼蚁 别敢在我面前动的 都给我死 罪有应得 不好 有人突袭 是 当众被我扶妖帮的人动手 你死定了 武太祟 列宗主 你们列阳宗已经没落了 来我身边做侍女如何 你们看那是谁 扶妖帮的天焦柳焰 她怎么也来了 扶妖帮你们别欺人太甚 这个世界实力无尊 没落了就该臣服 做我是女 你不吃亏 你 别冲动 你不是她的对手 哟 这位美女很实实物 不如 你也来做我是女如何 你是何人 我的女人也敢挑衅 你活得不耐烦了 林夏哥哥 小子 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着急投胎啊 我着急送你一只投胎 玉妮 血烟 你们不用怕 有我在 放什么东西 这怎么回事 五星防御符你不认识 这怎么可能 你竟有这等高阶符露 警警之蛙 这种符露 老子要多少就有多少 可恶 有符露偷袭算什么本事 太高看刺激了 杀你 我还用不着偷袭 什么 和少爷作对 此寻死路 我没看错吧 柳叶死了 太不可思议了 胡妖帮的天骄竟然被秒杀 此事如果传出去 胡妖帮简直颜面扫地啊 柳师兄死了 难道我们就这么眼睁睁看着 不 一定要给柳爷报仇 不过那家伙太强 我们得另做打算 等他闯龙门的时候 我们再动手 杂碎终于解决 你们可以开始继续去闯龙门了 少爷 你要参加吗 你们先过去 我还要陪一些家伙玩玩 陪谁玩 待会你们就知道了 既然少爷发话 那我们就从命了 出发 这次的名额有限 你们几个女人 就别来丢人现眼了 静谱 静谱羞辱阵 少死 就凭你 什么 看不起女人 你看自己是什么样的货色 她有点本事 一起上 杂碍已清除 可现在 冲进龙门 杂碍已清除 可现在 冲进龙门 灵龙 这闯龙门很热闹 我们一起玩玩 听从少爷安排 很好 我们出发 那家伙出来 准备好动手 是 快闪开 那艘船上是杀掉柳燕的阎王 我有那么可怕吗 少爷刚才杀出了威名 他们当然怕你了 好吧 就是现在 杀过去 终于肯动手了 去死吧 不好 是残影 糟了 你们几个太弱了 都不够我塞牙缝 不看 那些不是扶妖帮的天骄们吗 这么多天骄 都不是那个人的对手 恐怖如斯啊 我承认你很强 但那又如何 扶妖帮可不是好恶到 哼 还有个漏网之鱼 扶妖帮的天骄不过如此 和杂鱼有什么区别 我 差一点我就上了头 我不甘心了 还想跑 我可没答应 给我留下 机会来了 哇 太好了 龙门被激活 会锁定攻击她的人 自龙门开放以来 还没有人能在龙灵的攻击下存活 有点意思 假装逃跑 原来是为了激活这龙灵 算你有点脑子 对 那小子竟然被龙灵盯上了 他死定了 陆上 我才是真龙 你陪我速速退去 天哪 他在吸收龙气 好恐怖 他身上的龙气好像更加霸道了 怎么可能 竟然连龙灵都败了 不错不错 这龙气很滋润 让我的八荒圣体 得到了一些滋养 很感谢你送来的如此厚礼 那我就不客气了 把你也一起收割了吧 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放过我吧 只要能饶我一命 我做什么都愿意 什么都愿意做 对 什么都愿意 其实您现在 就要了我的身体 几乎来了 还有谁不服 不服者一起上 别浪费我时间 连狐妖帮天交都不是对手 我们还不服个屁啊 快走 这个家伙是个变态 一群树辈 少爷 前面就是龙门 闯过去就可以上低龙马了 那你坐好 我们继续出发 啊 灵兽 刚才你没受伤吧 没事 一群垃圾还伤不到我 都别磨叽了 那边有莲花台 快去抢占位置 莲花台 龙门内的莲花台 可以凝聚四周灵气 所以大家都争着过来 还有这好东西 我来试试 有意思 真的可以凝聚灵气 难怪都抢着过来 喂喂喂 你就是灵霄 我是扶门的赵姐 刚才见你发挥的不错 想邀请你做我的小弟 如何 你什么等次 敢让我家少爷做跟班 你谁啊 怪你屁事 如果你能打败我的小弟 我可以考虑考虑邀请 这可是你说的 我们主人乃是扶门添交 对付个小跟班 肯定手道前来 少爷放心 不会让你失望的 待会小心脸被打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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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